被誉为台湾最优秀小说家之一的当代著名作家张大春 8月11日几番新书《书女》见面会 好友周华健站台力挺 相识二十多年两人交情深度 接受采访时不时互相调侃 都有了 这个说难听得有点像巴婆一样 听过老师两个吗 有听过 我确定他是个很好的作家 我太谢谢你 有你这样的朋友真不要敌人 能够毫无不计得互相调侃 这才是好友的最佳标准 也因为两人私交颇深 周华健很钦佩 文人风采 更希望能够培养小孩当作家 完成自己的愿望 老爸的愿望 总是希望小孩去圆他的梦 就是我想做的事做不到 我希望他帮我完成 那我有跟他说服过 我跟他讲说 你能够有机会当一个作家 有自己的一个书房 满满的书 然后要什么资料都有 要怎么写 天马行空这样子 那你可以也不用去 外面去什么 招去玩武的感觉 那给他考虑 他并没有破灭这个梦 他现在还在努力中 东兴娱乐 整理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